文字是怎么选择目标的 比文字更可恨的是无知 一到夏天 许多朋友的身旁 都会出现一群不处之客 凡人的文字 在你熟睡之时 来上这么几口 一整晚都睡不好 有的人会抱怨 为什么朋友身上一只都没有 就只有自己被钉满头包 那么文字是怎么选择目标的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文字的琴舍今生 早在一亿年前 文字就已经出现 无论是恐龙还是人类 都遭受过文字的袭击 经过漫长的进化 文字也找到了独特的生存方式 那就是吸血 它们拥有锯齿状的下颌骨 在着落人体的时候 会先分泌一层唾液 唾液里的神经物质 会让那片皮肤暂时麻木 人类也因此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在这之后 它们将下颌骨插进皮肤 用敏感的绘部进行侦查 找到血管的位置之后 尽情地进行瞬息 以致成年文字 能够吸出自身三倍重量的血液 来自美国的一群科学家 就曾花了五年时间 研究文字的感官系统 通过数百次的实验 它们得出结论 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 运动后产生汗液里的乳酸 以及一些女性使用的香水 和家中常备的除臭剂 都能有效地吸引蚊子 而灭蚊剂的研发 也是依靠着这个原理 科学家在蚊子肆虐的佛罗里达州 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 对任何有可能的气味和元素 进行实验 但他们也发现 不同种类的蚊子 似乎都有不同的偏好 但我们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蚊子 都对人血感兴趣 其实会吸血的 只有母蚊子而已 公蚊子一般生活在河边 它们靠一时植物的枝叶为生 渴的时候就喝喝露水 因此一般也不进屋 天气变冷后 才会来到人类的活动场所中 母蚊子之所以吸血 是为了增加自身的营养 血液中包含着大量的血红蛋白 蚊子无法自主进行合成 但又是繁衍后代史必须的营养品 科学家们发现 人血能为蚊子带来丰富胆固醇 以及维生素B 这两种东西蚊子的体内无法合成 而胖子的体内 胆固醇的含量都会较高 因此才会出现 蚊子更喜欢钉胖子的错觉 不仅如此 另一项研究表明 蚊子的目标对象里 也包括怀孕期间的妇女 研究人员认为 妇女在怀孕期间 所呼出的气体里 含有多种化学物质 因而成为虐蚊的钉咬目标 除此之外 孕妇的体温较高 出汗量较常人也更多 是皮肤细菌滋生的良好基地 也让蚊子们更有亲切的感觉 这两个原因 也使孕妇比其他群体 更受到蚊子们的欢迎 网上很多人传 O型血的人更容易吸引蚊子 其实这种说法都是谣言 没有科学依据 总之一句话 想要远离蚊子的骚扰 保持身体的干净整洁 是最为重要的 吃点清淡的东西 也尽量不喷香水 除此之外 也要时刻保持 家中厕所的干净 这样才能杜绝 蚊子们的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